辟静的扇钩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让嫌疑人变得如此疯狂 一触即发的现场 警方将如何应对 正与鞋的较量在激烈对峙中进行 危情营救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天网栏目 在9.20左右到达现场 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 当时主要是把现场控制好 控制好 试试采取消息消失 狙击手的枪口 瞄准了停在不远处的出租车 这名犯罪嫌疑人 他是谁 他究竟要干什么 犯罪分子的情绪已经到了比较失控的状态 再不能有极端的行为 那样以后后果就更严重了 我这个时候的话 已经到了9点40分了 时间越来越急 对方的情绪越来越焦躁 被包围的犯罪嫌疑人 究竟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会让现场所有人 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7月3日是个星期六 一大早 家住十岁山市大五口区的 出租车司机王女士 像往常一样 告别了丈夫和孩子 开始了新一天的营运工作 跑车跑车时间短 没经验 还不许小孩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天却成为了 他生命中的一次惊魂之旅 妻子离开家一个小时之后 王女士的丈夫张某 突然接到了一个 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 你妻子出事了 当时接完电话 我非常急害怕 有紧张 我还不知道 我出的是什么事 我就赶紧 和家里面 和我父母 和我母亲 和我大哥 然后都去商量 商量 到底也不知道 出什么事了 妻子的性格 并不张扬 并且每天的工作 就是开车挣钱 那么此时此刻 妻子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意外 难道是在路上 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就在全家人还在猜测 王女士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陌生人的电话 陌生人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而这一次 他向王女士的丈夫 张某提出了要求 让张某准备五万块钱 赎他的老婆 听到这句话之后 张某感觉事态不妙 妻子一定出事了 那会儿他一直倒在包上夹着 安全带也抬 他也被控死着呢 全都锁着呢 此时此刻 自己的妻子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劫难 是死是活 张某并不清楚 于是恐慌不安的他 就向陌生人提出了请求 我想听我媳妇说话 我想和她说两句话 请求得到了允许 张某在电话里 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然而妻子的一句话 却让张某更加紧张了起来 当时我媳妇就说 你赶紧中午店前 我出事了 妻子所说的出事 其实就是被绑架了 而实施绑架的人 就是刚刚给张某打电话的 那个陌生男子 在和平广场 碰到她的吗 她穿以上有个工作服吧 戴黑墨镜 戴白墨镜 这名男子上车后 便对王某说 他要去的目的地 叫牡当庙 是赫兰山里的 一处旅游景区 虽然说那边我不熟悉 但是毕竟有战长大的 搭这个地方 我也是知道一些 随后 王女士就拉着这名男子 出发了 但让王女士 没有想到的是 车子还没有开出市区 这名男子就凶向毕露 他感觉脖子有点凉 他刀就毕在这 我说你干啊 他说 你说你说我想干 你到这个地方了 你看今天就咱们俩了 你如果想活出去的话 你给我说 你加电话 我说 你看我这个人 我是邪度的 其他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想借钱 紧接着 这名男子就打电话 通知王某的丈夫张某 准备五万块钱赎金 不要帮我说 你赶紧抽钱 钱抽狗了 我给你打电话 如果要干耍毛你的话 赶保镜 或者是赶照人 你就当给你媳妇收拾吧 我一直想 平时从电视上才能看到的 这一幅画面 从不经论降临到自己头上 恐惧 这个时候占据了张某的整个大脑 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才能保住妻子的性命 我就跟宝贝说 你看 我自卖出租车 这才卖出租车不畅 家里还欠着 欠着几万块钱 就为这一脑 你这要五万 要五万 我拿一下子 给你抽这么多钱 你再还一还 还一还 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媳妇 帮贝就说 你快点抽钱 我少了五万一分不行 放下电话 张某心里很清楚 这五万块钱 对自己来说 无疑就是妻子的救命钱 但是家里刚刚花了几十万 买了出租车 银行里还有贷款 根本就凑不出犯罪嫌疑人 所要的数目 我感觉应该 应该是家里面 肯定报案 张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走出了家门 但他却并不是去向公安局报案 光天化日下 出租车遭抢劫 宇斯基的生命 危在淡气 面对犯罪嫌疑人 提出的赎金 宇斯基的丈夫 将做出怎样的局责 危情研究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记忆匆匆走出家门的张某 并没有去公安局报案 决定还是先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处理这个突发事件 我想把钱出狗了 我这招人 自己招人 走某些自己怀疑的地方 找一招 找一招看在哪里 把钱送过去 所以说他接到这个报纸电话之后 犹豫不敢不玩 犹豫害怕犯罪嫌疑人 会对自己的妻子下毒手 张某四处借钱 终于凑够了犯罪嫌疑人所要的五万块钱 事后心急如焚的张某又给妻子的手机打了两次电话 但妻子的电话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就说具体把钱放到哪点 他没给我说 我说是 你现在位置在哪点 他就说是 我不可能告诉你 我位置在哪点 说是 你最好不要报警 报警你去当时收拾 此时此刻 张某开始犹豫了 他不知道这五万块钱 能否换回妻子的性命 如果犯罪嫌疑人拿到了赎金之后 他会不会还是把妻子杀害 当时非常担心之下 结果 还是报警好 直到中午十二点多钟 顾虑重重的张某才终于鼓足勇气 走进了宁夏十岁山市公安局 大五口分局的刑警大队 我既然报警 我就相信警方 会有能保护我的家人 接到报警 警方迫切的需要了解 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只有一个人 还有没有同伙 身上会不会带有枪支一类的武器 案件前夕是反映不出来 按照受害人家属这块了解 因为当时他们通过电话 说不了解 不知道情况 警方目前得到的线索 只是张某对电话内容的简单描述 通过我们了解的信息 应该是受害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此时受到劫持了 劫持人质案件一旦发生以后 作为公安机关 尤其是刑警来说 首先是要快速反应 快速赶赴现场 快速解救人质 但是离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打来电话 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小时 这时正在刑警大队向警方描述案情的张某 又接到了犯罪嫌疑人打来的电话 听到犯罪嫌疑人的这句话 连在场的刑警都惊呆了 我就特别激动 特别激动 特别紧张 那种心情 我就跟报警 我就说 我真没报警 我不知道是咋回事 犯罪嫌疑人听完了张先生的这番话后 没有了进一步的威胁 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报案你就等着收尸 警方看来 这也许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试探 我又和我妻子通话了 我就问妻子 我媳妇 我帮费没对你怎么样吧 我媳妇就苦的 苦的就说是 就说是人家还很心 没对我怎么样 现在还好 就说是你赶紧抽签 当时这个大队阵 定队也在旁边 就请你资 在旁边写 写就给我说 咱们去说 应付这个通话事件 但是犯罪嫌疑人 似乎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王女士的出租车上 并没有安装驾驶导航系统 警方的侦查策略 得不到真正的实施 但即使是这样 犯罪嫌疑人 在与张某的通话中 还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警方根据经验分析 犯罪嫌疑人 劫持了出租车司机 肯定会把出租车 作为交通工具 在等待王女士家人 筹集钱款的时候 绝不会老老实实的 待在某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被劫持的出租车 会在哪里呢 张某把妻子驾驶在出租车的颜色 牌照 对民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虽然对被劫持的出租车 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 时间段也基本可以锁定 但是想通过道路监控系统 来确定这辆出租车的大概方位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由于犯罪嫌疑人 所要的五万赎金 迟迟没有送来 出租车上的王女士 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她担心犯罪嫌疑人 因为没有拿到赎金 而采取过激的行为 于是王女士 极力控制着自己恐惧的心理 不停地向犯罪嫌疑人 做着解释 我说你看睡觉 睡觉不高 那时候一下子 那么多钱都放在家里面 反正心就这么着急 反正之后能让我活回去 反正能少一点 我钱打家话的 犯罪嫌疑人 好像并没有失去耐心 在听了王女士的解释之后 她只是让王女士 开车离开眼前的这个地点 那么犯罪嫌疑人 到底让王女士 将车开向何方 她又想做些什么呢 热闹街头 女出租车司机遭到截止 迟迟没有受到赎金的犯罪嫌疑人 会采取怎样的过激行为 被劫持的出租车 究竟要驶向何方 警方到底能不能从监控录像中 寻找到线索 危情营救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 警方终于摸清了几小时前 那辆出租车的活动轨迹 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广场 打上车 打上车以后 向着荷兰山漏 向白走 荷兰山就在我们大窝口的北面 难道犯罪嫌疑人进山了 大窝口一面环山 周围圣野上面都不存在山区的问题 这个推断与警方从另一个方面做出的分析 不谋而合 原来在张某接听手机的时候 侦察员们就进行了关注 当时发现手机的信号 时常会出现断断续续的状况 那么咱们当时就 用这个细小的环节大胆推测 那么这个绑匪应该就说是 根据被绑架的人质 包括这个车辆 应该最起码确定 应该在手机信号不太好这个地方 侦察方向被确定在了 荷兰山山口一带 可地点的锁定 反而也引发了侦察员们的担忧 因为大屋口是一座 盛产煤炭的工业城市 山里有着许多煤矿 一旦进入山区 各种坑口道路 就会使搜寻工作变得非常艰难 刚介绍一看完了 肯定不是一个人肯定很有同伙在山下的一些别人 此时仍然被劫持的王女士心想 到目前为止 丈夫还没有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把钱送来 在圣怒之下 恐怕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了保障 然而山路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出现 其他人没出现 也可能是没拿着钱的吧 那个啥 我想着 当时我想去那时我也没想着能活着回去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求生的欲望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警方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耐性还有多久 他们决定立即进山搜索 再难也要抓获犯罪嫌疑人解救人质 分成11个侦察小组 全部可以变车 每辆车有三个人 山里的路特别难走 一条只有两三米宽的路 坑坑洼洼的还全都是石头 假如对面来了车 避让都十分困难 可是这种路倒给了侦察员们十足的信心 他们坚信 只要发现了嫌疑车辆 对方就无处可逃 当时是我这两只 咱们开了两遍车 从那走到五道庙 应该是五道庙的南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 刚能进去一个车的地方 看见就是远处有辆出租车 就是从山里面开出来了 大家一眼看出 这辆车就是正在寻找的目标 警方与犯罪嫌疑人不期而遇 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 一个女性从早上八点钟被绑匪 劫持到晚上七点钟 高度紧张的这种精神状态吧 忽然间见有人 马上大声就喊 他说救命 我已经被他绑架一天了 到那回了他就拿 到他就陪我 你看你解放把他手把我算 我说没有他真的没有 确实是他们来山上班的 但是这时候 作为警方直接面对着犯罪嫌疑人 已经失去了周旋的空间 大队长丁志军立即后撤一步 迅速拔出手枪 枪口对准了犯罪嫌疑人的头部 他太经常他太别激动 那种他说他就倒闭在我这 我告诉他你要敢伤害人质 我现场我就解决你 那包庇也说了恶狠狠的说 不要动 再动我就杀了他 空气一下子凝固住了 对峙的双方都清楚 不冷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大批的侦察员全部赶到了现场 看到人质目前还是安全的 警方决定先采取政策公新 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 稳定他的情绪 争取在劝说中 使他能够释放人质 并且投案自首 如果劝说无效 那么就要采取强硬的措施 刚开始过程中 嫌疑人一直情绪比较激动 不听任何权阻 你跟说换的 好多这个谈判专家 谈判能手上去跟他谈 结果还是不太好 这个时候 接到支援命令的武装官兵 也已经全部抵达了现场 而被留在刑警大队等候消息的张某 也是在这一刻 又一次接到了犯罪嫌疑人打来的电话 自时自刻 出租车里的那名女司机 依然被犯罪嫌疑人作为人质控制着 而现场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们的任务 就是要安全的营救这名人质 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 向车前的侦察员疯狂地叫喊着 并且口吐狂言 警方明白 这是犯罪嫌疑人 一种内在恐惧的表现 但是也预示着 如果处置不当 人质可能随时会有生命威胁 究竟是放还是相机解决 面对着犯罪嫌疑人嚣张的威胁 到底该采取什么手段 才能将女司机平安地解救出来 其实三个多小时的对峙 已经让警方没有了更多的选择 如果犯罪嫌疑人 一旦伤害到受害人 那必须的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当场击毙 击毙犯罪嫌疑人 只是最终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每一名参与解救的人都很清楚 犯罪嫌疑人一旦狗急跳墙 很有可能会采取与人质同归于尽的极端做法 出租车里的女司机已经被犯罪嫌疑人 劫持了整整一天 那么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觉到危险的犯罪嫌疑人 报复你车误吧 家人的情绪影响着警方对现场的决断 而犯罪嫌疑人的表现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为了人质的安全 贪欲解救行动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 犯罪嫌疑人被逼迫着失去理智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在逐渐加强 到达现场的武警并没有立刻出现在对方的视线之中 而是采取了伏击战的战术 隐蔽在周边的灌木丛 安排好了狙击手 武警和公安两方的指挥员进行了紧急的案情分析 他们最担心的是犯罪嫌疑人 目前的情绪已经被激化 还能不能稳定下来 就在警方商议解决方案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 被绑架一天的女司机 生命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嫌疑人的狡诈 怎么会又让警方不知所措 对女司机的解救到底有没有十分的把握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外 让犯罪嫌疑人束手背擒 微情营救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车窗 大家看到 除了那把 横在人质脖子上的刀 犯罪嫌疑人左手又拿出了一把短刀 直接就顶在了人质心脏的位置 并且不停的大声叫喊着 十点钟以前 再不让刀 让他走 那就撤回人房 他烧车 杀人 犯罪嫌疑人疯狂的叫嚣 让现场的所有刑警和武警 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他们担心 此时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会伤害人质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果不能及时的找到合适的解救方法 只是简单的唯恐 那么后果只能是逼着犯罪嫌疑人 走上绝路 如果他自己在失去活的希望后 很可能会与人质同归与尽 我们确实当时在考虑强攻 也好包括在击毙的这种方案上 刚开始天亮的时候 还有这种可能 后面实际上到了一定的这种业力以后 根本这种可能性就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能够进一步的平静 犯罪嫌疑人的情绪的话 那么其他的处置手段是很难跟上的 究竟是击毙还是放行 如何下达这个命令 对已经动用了大量警力的公安和武警 两方领导来说 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们是做了最快的打算 就做好了聚集准备 一旦劝降不行 诱补不成 那么只有强行聚集 二组过来 在稳定现场的同时 经过对周围环境的侦查 救援组决定 在离开现场大约80米以外的地方设置路障 两边是灌木丛 是抓捕人员最好的隐蔽场所 等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到达这个位置时 故意造成车祸 寻找抓捕时机 武警支队的王志明政委 这时走到出租车旁边 把让开一条路 放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决定 告诉了对方 他有点动用 他有点相信 他在媒体这个十点钟 要烧车这个问题 这时候的话 我能够感受到 这个犯罪嫌疑人 强烈的一种逃生的欲望 他想活 想跑 烧车 是一种威胁 要挟的手段 就在所有人 都在为犯罪嫌疑人的情绪转变 而感到欣喜的时候 意外却再一次发生了 一边他要杀人质 一边的话 点燃他用打火机 车里边有报纸 他的车子量透过来做的 把报纸点燃 监制情景 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出租车是个气罐车 犯罪嫌疑人还曾展示过 他手里有一桶汽油 如果车辆一旦被点着 那么肯定会引起爆炸 其结果必然是车毁人亡 那么这次的营救行动 肯定就以失败告终 犯罪嫌疑人突然间的心理变化 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奇怪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破绽 造成了对嫌疑人的精神刺激 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但是只是就是一瞬间的一种考虑 为什么呢 这个有些时候呀 咱们在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 你考虑太多 反而是划舌天 警方不清楚自己的失误到底在什么地方 但是武警的王政伟 已经从犯罪嫌疑人 那瞬间表露出来的心态的动摇 找到了营救的最佳方案 我就抓住他这种求生的欲望 你想活我给你活路 最终的目的就是 通过他自己想活 那么避免犯罪升级 为我们成功解救这个创造条件 如何使犯罪嫌疑人逃生的愿望 进一步加强起来 成为了王政伟再一次谈话的出发点 人生父母家庭 成为了这次沟通的主题 我说你看咱们人不容易 咱们都是爹妈父母生的 总结想一想父母 我这个话一说 他说我父母都死了 他一说父母死 我现在这个话发了火 我说你父母死了 你父母死了每年上逢的话 混同种地有人陪一把土啊 那么作为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酒精是干什么来的 父母一把死吧 你要帮我抚养大容易吗 人性化的关爱 让犯罪嫌疑人开始变得沉默了 渐渐的在谈话过程中 现场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此时王政伟意识到 犯罪嫌疑人如果能够同意更换车辆 他只要下车 可能就是实施抓捕的最佳机会 这句话让大家从中听到了行动能够成功的一线希望 沉寂了几分钟 也许觉得这是自己逃生的唯一机会 同时也看到出租车确实没有办法再开动 犯罪嫌疑人也就同意了王政伟更换车辆的建议 就在犯罪嫌疑人正准备下车刚刚打开车门的时候 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再一次出现了 他那个精力就要封散了 这个安全带我就解匪以后 解匪以后 你看他都说下车了 他说因为他不注意 我这下车没了 好了 解匪就从这个右后往创下车来 准备向后山跑 他准备向后山跑这个送肩的话 我们参部长在车后埋伏 这个时候的话就喊了一声 把他放下 我感到冲他这个后腰一脚跺了 跺了 至此 警方没有被一枪一弹 成功解救了女出租车司机王女士 同时在这次解救行动中 也充分体现了人的生命 高于一切的最终信念 那么人质在最后的安全解救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 电话告知了受害人的情绪 就给我报了平安了 就说你媳妇安全的解救下来了 帮费被抓 我当时心情的 他激动他高兴 我眼里都下来了 如果没有公安 没有物件的干关 能退害的话 我们也绝对是皇室回不去 犯罪嫌疑人叫徐学军 狮嘴山当地人 也属于农村长 家庭也算条件比较差一些 至于他为什么要实施绑架的真正原因 也有了调查结果 为什么要5万块钱呢 他没有想到进一步的去危害社会 他想的从这种行为去攫取一种不一之财 去改善他的生活 人一辈子肯定的话 无论谁都会遇到坎坷挫折 遇到挫折的以后 会有心灰气冷这个过程 但是大多数人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一看 太阳又升起 原来新的以前还是很美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